周雅德没好气的道 做了什么孽 做了什么孽 你不知道 你那两个儿子就是两个色忠恶鬼 但凡是看上的姑娘 不管人家有没有婆家 就想弄过来玩吧 你阻止了几回啊 惹下大户 也是你的纵容 你难辞其咎 孙成才长叹一声 现在说这些 还有什么用啊 颓然低下头去 急促的脚步声从后庭传出来 一个胖大富人冲出来 孙成才 你发什么疯啊 居然想要送全都家产 你会没头呢 孙成才大怒 正是一枪怒火无处发现 跳起来就是一巴掌狠狠的打在老婆脸上 混账东西 让你准备已经就准备 积极白白的想死啊 要不是你养出的两个小畜生 老子何之于送人家全部家产 啊 是端梦和残障 庞大富人我这脸正要发怒 听到这句话 马上惊恐的叫出来 他们俩怎么了 还不客气准备 孙成才跳起来咆哮 晚了 不光你们两个儿子没命 咱们全家没一个人活着 胖大富人惊慌失措的连连答应 跑了回去 人影一闪 三个老者走进来 成才 发生什么事了 孙成才正要回答 突然听见外面一阵骚乱 似乎远远的发生了什么大事 人声鼎沸 震天一般的响 东东的脚步声响起 一个武士满头大汗的冲进来 甚至都没有事先禀报 急急忙忙的道 禀报家族 大事不好了 怎么了 孙成才狠狠将自己的胡子揪下了一脸 他跳脚怒骂 快说 两位公子跟他们的随从 还有赵家李家 钱家郑家几位公子 都被用绳子拴成一串 正在大街上游街呢 一路往这走过来 目前已经打了起来了 打起来了 孙成才一张圆润的脸 顿时又扯得扁了 眼球往外一鼓 又害怕又是惶恐 谁跟谁打起来了 也有咱们家的 也有李家的 赵家的 还有郑家的 钱家的 都想将各自的公子救回去 于是就开战了 对方只有一个人 可是 忒厉害了 现在已经血流成河了 血流成河了 孙成才无意识的念叨一句 突然正正的落下泪来 你们还要怎么样才能坑死我呀 血流成河了 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那武士完脸是汗 到底咋办 家主 家主您哪个主意呀 只要您一声令下 弟兄们就是死 也要将少爷救出来 咋办 我还能咋办 老子现在除了上吊 就是良判都办不成了 孙成才白眼一翻 大哭了一声 娘啊 就软软的倒了下去 周雅德眉头一皱 急忙问还在一边的胖掌柜 其他几家也没去送信 怎么会突然间打起来呀 那几家都是猪不成啊 这方乃是韩总执法的特使 那几家莫非是要与整个执法条作对 哪来这么大的破天胆子 胖掌柜哭丧着脸 我一听见不好就来这儿了 哪里还有时间去那几家送信啊 想必他们并不知道自己面对的 那是韩总执法的特使吧 只想着救儿子了吧 完咯 周雅德一声长叹 这些个井底之蛙呀 天天我在这里过舒服日子 久而久之 哪还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啊 就那么一点点痔创一般的实力 随便一只手就能捏死他们的人太多了 居然自高自大到如此地步 哎呀 毁灭也是自着啊 似乎落魄的又叹口气 就可惜你们这帮子混蛋 连老子也连累了 孙家几倍老祖宗满头雾水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有这么严重吗 周雅德已经是发怒的心思都没有了 失魂落魄的将这件事情解释一遍 还没解释完呢 几倍老祖宗就震惊了 呆肉木鸡的站在那 三个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咱们孙家居然出了如此人才 啊 你平时抢抢民女 大家睁只眼闭只眼纵容着也就罢了 反正这本地也没有可以与我们孙家相抗衡的 当然不会出什么事 抢了就抢了嘛 可这种关键时刻 你总该老实点啊 现在可是万要大典期间呢 何等重要 一旦出了事 别说你惹到了谁 诸葛家族一旦震怒 那孙家就要极客的灰飞烟灭啊 居然还在这种时候出去鬼混 你说你鬼混也就罢了 你别惹麻烦呢 就算你惹麻烦 也别惹大麻烦呢 现在可倒好 哼 这直接惹了个万劫不复的超级大麻烦回来 不仅拿着韩总执法的身份预牌夸好事 还要抢人家女人 想想这件事 就觉得头顶上有天雷阵阵 轰隆隆的响啊 这 这得多么脑残才能做出这种事了呀 这不仅是大麻烦 而是 而是大笑我呀 三个老头也是面面相去没了主意 快去看看哪 其中一人大叫一声 能挽回一些事一些吧 要不然 这孙家真完了 三人终于回过神来 火急火燎的窜出去 而孙成才也终于醒悟 与周雅德二人同时火烧屁股一般奔了出去 亲娘哎 自己这边死几个人不要紧啊 韩总执法的特使可别出问题啊 谁不知道韩总执法那是九重天第一的铁面无情啊 两个人一边跑一边心中祈祷 越想越觉得不可能 一边跑一边泪流满面 作孽啊 大厅中胖掌柜挠挠头 我靠 貌似没我啥事了 奶奶的老子拼了老命来报信 居然也不给个赏钱 挠挠胖胖的脑袋 举步往外走去 得 我也去看看热热吧 反正没我啥事 以后啊 说不定我这客栈生意会很火呢 到时候大家一问 哎 到底是谁 在哪个客栈说的 韩总执法的身份预排是好师来着 这么强大的人实在需要占要膜拜的说 那地方那也是名声古迹呀 于是和一传十十传百 大家都来住住 虽然名声不太好吧 可总归是发财了不是 此刻外面已经打得惊天动地 楚阳一路牵着几辈公子从客栈中走出来 顿时就引起了轰动 这几个顽固恶哨 在这北风镇谁人不知 哪个不小啊 有几个人没有受过这几个顽固的欺凌 有多少人因为他们家破人亡啊 尤其是家中有女儿的 但凡女儿有点姿色 就恨不得将女儿藏在地窖里头 一旦被发现 那是铁定的逃不了厄运啊 无数好人家的女儿 就被这些人给糟蹋了 稍有反抗 那就是家破人亡啊 当地的青年们 一个个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百分之三四十的小伙子 娶了老婆之后就戴上了绿帽子 这是何等的耻辱啊 就算是普通人 又有谁能淡然处置 虽然孙家势大 稍有反抗就是毒打报复 甚至死于非命 表面上不敢如何 但是内地里哪个人不是对这几个天杀的混蛋恨之入骨啊 如今居然见到有人把他们穿堂葫芦一般串成一串 在大街上游街 准时就是群情顶沸 人心大快啊 同时也在心中担心 不知道这个人能不能顶得住孙家的抱负啊 大家纷纷跟着看热闹 人群越聚越多 大家都想看到这几个坏蛋得到报应 哪怕不是亲手报仇 只是看着也是心胸一场 苍天有眼啊 终于将这几个坏蛋都抓起来了 但愿这次真的能够除恶无尽 我们已经被这几个恶棍欺压得很久了 楚阳用手牵着这一大队 大踏步的走出来 走不多远就狠狠的一带 于是后面就是一片跟头连天 几位顽固大少们一脸的绝望挥白 浑身鲜寻淋漓 看着楚阳的眼色 绝望之中还带着深深的怨度 随着走路 浑身的肌肉在一阵一阵痛苦的静乱 可能这几个人一辈子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有一天居然会被狗一样的拴着游街 楚阳在他们身上 每个人还都插了块木盘 上面用醒目的鲜红 粗粗的写着各自的名字 高高竖起 显眼知己 这块木盘就插在背脊的肉里面 正好被骨缝卡住 血肉淋漓 没走一步 那就是一阵钻心的疼痛 这种疼痛是如此的清晰 偏偏只让人的神志无比清醒的承受 却不会让人晕过去 万一摔倒了一次 那种痛苦 简直就跟死过去一般 很清醒的死过去 这几位向来都是娇生惯养 飞扬跋扈 连练功都不怎么练 如何承受这般痛苦 一路走 一路鲜血滴滴答答 一路惨叫不绝 到后来 几乎连身影的力气都没了 楚阳走到哪里 哪里就自动的分出一条路来 看这条路的方向 正是直直的通往孙家 沿途两边 所有人看着楚阳牵狗一般拉着这一串人 一路上鲜血淋漓 情形如此的残酷血腥 可竟然没有一个人露出害怕的神情 每个人的眼神都是快意 那是一种酒精压抑 一旦扬眉吐气的快意 虽然没人说话 但是那股振奋 却像是炎热的夏天里极度的闷热之后 突然下起暴雨的那种痛快淋漓 每个人看着楚阳的眼神都很狂热 其中有无数人 眼神中更是充满了感激 不管你是为了什么 只要你杀了这几个混蛋 你就是我们的恩人 很多人在心里盘算着 只要这几个混蛋一死 立刻为恩人竖起长生牌位 北风镇最宽阔的一条路 居然在刹那间就是人满为患 一内掠空的声音迅速响起 几道人影如飞而来 当先一人身穿黑衣 胸前绣着执法二字 最先赶来的果然是执法者 那人在空中就已经大喝 是何方来的朋友 有话好说 在下来是当地执法堂 他话还没说完 楚阳头一台 力电一般的眼光一闪 其中凶杀之意 悠然而出 那几个执法者身在半空 接触到这种眼神 情不自禁的就是心中意涵 下面的话居然没说出来 楚阳一声不吭 就是一仰手 一道光芒缓缓的飞了过去 那人一伸手接在手里 却觉得触手温软 低头一看 顿时就大吃一惊 急忙落下地来 不知道是东南总执法大人 特使到来 在下有失远迎 此处的一个小小执法堂 与韩潇然的身份 如何能够相比 楚阳拿着韩潇然的身份预排 地位就是与韩潇然等同 执掌东南数万里和山 这正南虽然不属于韩潇然管辖 可总执法的地位 却足足能够把他们压死 纵然不属于韩潇然直接下属 可韩潇然只需要一句话 就能让这个执法分堂灰飞烟灭 这些人岂敢怠慢 楚阳淡淡地冷冽地道 一边后着 给我做个见证 是 接着那人又道 尊座 这几个人不知如何得罪了尊座 卑职 如何得罪了我 你们不知道 楚阳冷冷地看着他 再说一遍不知道我听听 那人马上额头冒汗 卑职不敢 他们既然第一时间赶过来 那么事发的时候 他们肯定就在附近 如何能不知道啊 楚阳冷笑一声 充满了讥讽 我不需要你们来主持公道 这个公道你们也主持不了 不需要你们说话 带着耳朵眼睛看着 不需要嘴巴 要是你们敢泄露我的身份 跟我身后这几个同罪处置 楚阳一瞪眼睛 等我将这件事情处理完了 再找你们算账 听明白了吗 第八百二十六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